大家好,炸小酥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,但是怎样炸出来的小酥肉,又香又酥脆。 今天教你一个饭店大厨的做法,外酥里内放三天也不会软,太香了。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做吧。 接下来准备一块鸡胸肉,先对半给它切开,再来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。 然后改刀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。 这个厚度大概一指宽就可以,最后再把它切成一指宽的长条。 放到干净的大碗中,再来把肉腌制一下,放入几片姜。 再放两颗葱。 放点洋葱丝,增加肉香味。 两勺味极鲜。 一大勺梨鲜酱油,调色。 10克的花椒水,去腥增香。 少许的食用盐,一勺鸡精。 再倒入少许的料酒,去腥增香。 然后下手,先把葱姜抓出汁水。 别的打碎的大料就不用放了。 放入那些大料,使小酥肉的颜色黑乎乎的,也影响了口感。 接着下手,把它抓拌均匀。 这样,我们的肉条腌出来,一点也没有腥味,而且非常的肉味鲜嫩。 像这样,把它抓拌均匀。 上面盖上盖子,放一旁,腌制10分钟。 接下来,大碗中倒入,一勺红醋淀粉。 这一勺红醋淀粉,也就是50克。 再来一勺玉米淀粉。 最后这一样,一勺普通面粉。 这三样是1比1比1。 最后放入小苏打两克。 放入小苏打,使炸出来的酥肉更加的酥脆渲软。 先把它搅匀。 往里面倒入两个蛋黄。 在这里,很多朋友会问, 为什么要加蛋黄呢? 而不是蛋清。 在这里,统一回复一下。 用鸡蛋黄,炸出来的酥肉,会比较酥嫩,也比较香。 放入蛋清,炸出来的酥肉,比较偏硬一点。 接着,再分少量多次的,倒入啤酒。 酥肉要想凉了不会软,咱们就不用放一滴水。 用啤酒来代替水,调面糊。 我们炸出来的酥肉,即使凉了,也大风脆。 最后把它调成,里面没有面疙瘩的酥面糊。 像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 最后里面再倒入10克橄榄油。 这一步也是我们炸出来的酥肉,口感更加的酥脆。 再一次把它搅拌均匀。 这时候我们的肉条也腌好了。 用剪刀,先剪开一个,大家看一下。 这个肉质腌得非常的鲜嫩入味。 再把里面的姜片和葱段捡出来。 然后把我们调好的脆皮糊糊倒进来。 泡拌均匀。 每一个肉条上面都沾上一层面糊。 像这样就好了。 拎起锅,倒入豆油。 开火,把油烧热。 接下来我们用一根葱叶来试一下油温。 这时候的油温是六成热,现在可以帮火调小。 把肉条一根一根的给它丢进来。 大家看一下,放进来之后,迅速飘到上面。 这样的小酥肉炸出来,绝对让你看到流口水。 我们放它之后,要一根一根的下,不要挨着。 一次也不要放入太多,放进来之后,用筷子把它搅动一下。 使它受热均匀。 我们要开中小火,慢慢的炸。 制作视频不易。 朋友们看到这里,请帮忙点赞,收藏,转发,评论,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大概炸了四分钟左右,用漏勺焯起来,哗哗啦啦的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表面金黄,这时候把它捞出控油。 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声音,特别的酥脆。 沥干油倒在黑色的盘中。 听一下这个声音,不用我多说,就知道有多好吃了。 我们这样用鸡胸肉,炸出来的小酥肉。 表面一点也不吸油。 外焦里内。 凉了也不会软。 里面的肉质,鲜嫩肉味都摘牙。 可以按照这个方法,一次多炸一些。 无论是下酒,或者是当做小零食,都特别的香。 家人吃了,都夸你是大厨。 他的做法也特别的简单。 好了,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美食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点赞收藏,转发关注一下吧。 以免下一次找不到哟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